我和林翠一起來到江邊看一隻天牛 誰知在我仔細研究著牛角花紋的同時 我和林翠同時聽到一聲巨響 在黑夜當中 調轉電筒一照 我當職就爆粗了 他老妹呀 豆腐渣工程害死人呀 就好像在打CS那樣 正在換子彈 面前突然間出現了兩個以上的敵人 這個時候 明明知道罵了一句他老妹已經無際於事了 但是除了說他粗口之外 根本也不知道怎麼算好 因為面對著我的 是節流的位置崩口呀 我來不及想 為什麼會這麼黑仔 今天晚上才剛剛聽完一次崩口 白浪涂天的情景 只不過是在腦海裡頭的想像 你現在 才過了幾個鐘 就要我親自地體驗 實在是恐怖 除了這個他老妹之外 我亦都來不及說出任何一句 光彩一些的話 作為我的遺言 早知道這個是我作為世人 最後一次開口說話 我平時為什麼不八卦一點呢 八卦一點也有好處的 好讓同事寫悼念詞的時候 也有多些東西寫下我嘛 總之敏江水就好像火山爆發 沖著出來 就好像充滿了自信 稀定神限 乾淨利落地想將一切都填滿 什麼馬茶 竹籠在這個時候 全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甚至他們的存在 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可笑 只是一瞬間 又或者是即時秒 之前我都未能夠完全明白相對論 但是現在 我已經完全知道時間的長短 有時候 時間的長短 根本是估計不準的 這個時候 水位的上漲 已經將我浮了起來 這個時候我只是來得切 兩樣東西 一件軟軟軟有些熱 一件硬軟軟有些冷 至於分辨出 這個分別是林翠的肩頭 和鐵牛的一隻牛角的時候 我不知道 這個是在我失去意識前的一瞬間 還是醒來之後的事 毫無疑問 我一定會醒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沒有人跟大家說這個故事 從體力上來看似乎不合理 但是我確實 是在 林翠之後才醒來的 天色已經大白 初步估計 應該是 五六點鐘左右 地點 在江邊 經歷了這場 小規模洪水之後 我們仍然完好無損 若無其事地出現 出現在原地 大水就好像僅僅是那個鞍皮的小孩 把我們吞進嘴裡頭 一會兒又吞出來 而就這樣一會兒 似乎已經令我們 失去了五六個小時的意識 雨已經沒有再下 但是河道裏頭 依然是潮濕 很雜亂 是一副洪水剛剛退的樣子 合籠署的缺口 就已經是完好了 但是並不如初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修補過的痕跡 然而現場幾乎是一個施工的人員 都找不到 根據初步的判斷 當時的種種狀況 說實在這種事情 我從來都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根本無從判斷 這個是不是屬於反常狀態 當無知急 還是要跟林翠說回兩句話 我爬起來 走向背對著我的林翠 地面已經有點乾 有點硬 我故意走路的時候 踩出腳步聲 但是他就一點都沒有發現 當我走到他身邊 正想說用一手踏著他肩膀上 突然間就聽到他自言自語地說 是的 是的 這樣才對 我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 不是又是那隻鐵牛而已 我早就已經發現了 鐵牛就沒有離開我們 還在原地的位置 慢著 等一等 我仔細地看一看 河道和節流的位置 和我記憶當中鐵牛的位置 對比了一下 很奇怪 鐵牛似乎從原來的位置 移動了將近 二三十米 不是 昨晚發大水 雖然足以拿人命 但顯然還沒有大到可以衝動這隻鐵牛的地步 那 究竟是為什麼呢 林翠這個時候突然跳了起來 用從你沒聽見過的大喉嚨 興奮地喊了起來 我回來了 我終於回來了 我繼耳朵一驚之後 馬上心裡頭又是乒乓一聲 我當然是明白林翠的意思 林翠 我過去拔著他 還是濕黎黎的衣角 立即被他 轉身打斷了我的說話 不會錯的 我記得那個世界 天后就一直放在這個位置 不會錯的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試圖使他鎮定下來 先不要那麼興奮 看來 他已經完全深信 自己所提出的兩個世界的學說 現在口口聲聲 說他已經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世界 就算我一直沒有否認這樣的可能 但是現在就憑這一點 就落結論 還是為事過早 如果知道事實 並非是這樣之後 他可能會更加失落 這個時候 江邊終於出現了行人 看起來 他本身 還是跟施工有關的工作人員 我們一男一女 衣服都濕透了 狼狽不堪地站在這裏 感覺 一定是非常尷尬的 我於是急忙 拉了拉林翠華 我們快點走 有什麼事 回到賓館再說 林翠好像沒有聽見 眼睛睛地看著那些人 那些人 也眼睛睛地看著他 他一點也不顧得 自己身上的衣服濕透 而且還有透明的效果 他一點也不理 一直向著那些人走過去 我正想說勸他快點走 誰知林翠呢 從蜘蛛到緊緊緊的嘴裡頭 折出了幾個字 請問 這隻鐵牛放了在這裏多久 那個人就笑了 鐵牛 這隻鐵牛 你肯定是外地來的 那個人一邊說 一邊繼續用著不懷好意的目光 上下掃視著林翠 看到連我都覺得全室有些髮毛 而他接下來的那句話 就不僅是讓我身上髮毛那麼簡單 只聽見他說 這隻鐵牛放了在這裏 看來也有十年 九二年鬧起來 那時候 搞得很空洞 那個人在拖延搭散的時間 想繼續暗暗沉沉下去 但是我一句都沒有聽見 我只覺得周圍什麼都不存在 只剩下一個腦 好像心臟那樣 叮叮叮叮叮叮叮的跳 在我心裡頭想到的都是 有多少可能性 有多少世界 霍金 一個世界 同時穿過兩條裂縫 一個人 同時存在於兩個世界 外印斯坦的相對論 這些混亂無比的概念 現在在我的頭腦裡頭亂撞 現在我的頭 就好像劈虎那麼亂 在大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的電腦評寶 是輸入了一行這樣的紅字 原方 你面對現實 要用屏幕保護程序的方式 時刻提醒自己 可見面對現實 可見面對現實 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我恢復意識的時候 我已經身處在出租車之上 是林翠帶著我離開江邊 折低的車 推我上車 曝出目的地等等 我連一點印象都沒有 為了面對現實 我經歷了一段 不知幾多分鐘的失魂落魄 林翠的目的地是他家 我回過神來 看著窗外 一路上的街景都非常熟悉 如果不是經歷過林翠的這件事 如果有人告訴我 有這樣一個 那麼相似的地方 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一個跟我們同事 但是 又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的世界 我根本就沒有可能會相信 但是 但是現在 我是信 多於不信 儘管在我心裡頭 還是保留著一個 小小的自私的願望 我很希望 但願這一切 都只是林翠搞錯了 但願 他真是精神錯亂 總之寧願 身在另一個世界的是他 千萬不要是我 這個念頭 令我感到很慚愧 但是 總之就是揮之不去 我這樣才明白 一個熟悉的 哪怕是自己有點討厭的日常世界 對一個普通人來說 是多麼重要 而言而我謹傳的那麼一點點的幻想 也在林翠強家門口的半分鐘之內被打破 他對這一分鐘的分配是這樣的 打開天門 5秒 打開大門 4秒 開椅 加上 穿過客廳 到達臥室門口 3秒半 打開臥室門口 5秒 撲向床頭櫃1秒 打開床頭櫃 拉開櫃桶3秒 拿出賞賊5秒 分開其中一頁3秒半 整整30秒 在這30秒裏頭 大概是因為 感覺到最終判決即將到來 我什麼都沒有去想 只是在那裡機械地計算 算秒數 那一頁 當然 就是林翠所說 跟天牛的合影 當時是跟德國男朋友合影的相片被換了 照片上的林翠比現在更加年輕 雖然不知道年輕多少 但是對我 對他 都已經足夠了 我看到林翠 滿面都是淚痕 心裡頭 暗暗地說了一聲 恭喜 之所以我沒有說出口 是因為我知道 就算我說了 他也不會聽到 他已經完全沉浸 回到現實的喜悅當中 突然之間 我跟他對調了處境 我現在是一個怎樣的心情 他是不會注意到 儘管他剛剛 出來了這一種心情無奈 一時間 我感到無比那麼落幕 原來真的是這樣 原來崩口的位置被收好 並不是凌晨的事情 而是十幾日之前 說這幾個字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諷刺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我的前幾天 對這個世界來說 對這個世界來說 我就好像一個初生的嬰兒一樣 林翠 林翠溺水之後的事根本是不存在 對於這個世界而言 只是某個不知名的女生 失蹤了幾天而已 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想到這些時候 林翠跟他媽媽通話已經接近了尾聲 他媽媽當然是通過了單位 通報了女兒的情況 亦都報了案 現在聽到女兒平安無事 自然就起極而泣 林翠的情緒也很激動 林翠跟他媽媽通完電話之後 心情平復了點 他這樣才突然想起 似乎還有我的存在 他用極其複雜的神情望實我 看得出 他都完全不知道想說什麼 看到他這樣 我反而是過意不去 打起精神 我開始思考 你一想 就讓我想到 儘管我是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那倒是沒錯 但是如果這裡 有關我的一切 剛好都是跟我習慣一樣的 那我又何況 在這裡繼續生活下去呢 有了這樣的想法 我立刻就覺得感覺好了很多 於是指著電話問林翠 我可不可以打個長途 你隨便 我撥打了021開頭的一串號碼 這正是星神報主編辦公室的電話 電話的另外一頭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作死利亞拿多 你搞什麼 昨晚說好交稿 為什麼沒有下文 打你電話整晚都關機 你死去哪裡 我從來都不覺得老闆罵人的聲音是那麼好聽的 我一邊微笑著 咦咦咦咦地應付著老闆 一邊我就想 這件事 我可能已經估中了八成 我來刀綱演進行稅收的後續報導 這個事實 一點都沒有變 我一邊想 一邊拿出手機 真是不愧為是西門支的運動型防水 3618 經過這種波桃式的洗禮 居然都還可以開到機 回來之後 我簡直是可以做他們的廣告代言人 正當我放下手機 打算清點一下 隨身的物品還剩下多少東西的時候 很尖的零聲就響起了 我一看來電顯示 居然是我家的 這個時候有誰會在我家打電話給我呢 猶豫了一下 我按下接聽見 馬上聽到一個陌生的女子 難當呀 你死去哪了 打你手機又關機 我問你呀 這次你採訪到底幾好翻呀 車票買好了沒有呀 我呆了一下問 請問你是 電話的那頭馬上提高了八度 你這個壞人呀 你腦子是不是入了水呀 我是你老婆呀 你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按下那部手機 接著就關上機 接著把手機 塞進了跨包裏頭 最裏面那層 密密實實地掩著它緊緊 拉上拉鏈 做好這一切之後 我這樣才來得及吐一口氣 跟著喊了一句 我頂你的肺呀 我有老婆的 真是可憐 我還是男子來的 看來事實一點都沒有我想像當中那麼美好 這個世界 一切都跟我原先那個一樣 只有一點不同 而且 是很不同 我拖了一個老婆 我相信任何人 都受不了這種打擊 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 即使我可以狗扯偷生地 犯到若無其事 繼續在這個世界活下去 又即使 可以忍痛放棄 27歲又單身的生活 跟一個未見過面的女人共度殘生 我亦一定會因為不記得她的陽曆生日 陰曆生日 結婚紀念日 相識紀念日 而慘遭她的毒打 對線電話裡頭沒有問清楚 搞不好 她可能已經有了我的BB 又或者正陀著我的BB 那我不是已經是人家的爸爸嗎 即使這些我都能夠蒙運過去 我也肯定不認識她的家人 最起碼 我連外母那是誰都不知道 這個真是太過可怕 我立刻就覺得天旋地轉 真的認了那句 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了 林翠問我 你還記不記得是怎樣暈的 真是奇怪 好像那時候的水 還沒浸到我的 而且我的水性不錯 不會說一浸就暈過去的 天牛 一定是天牛 落水之前 你做過什麼 我不是一隻手捉住天牛的角 另一隻手捉住你 林翠興奮地說 我也是 看來只要同時捉住天牛的兩隻角 還要有洪水 你手裡有什麼感覺 微微有些發熱 還有一些發抖 那就對了 一定是這樣 我們回去再看一隻天牛 天牛 天牛既然可以把你帶回來 也可以把你帶回去 這樣說是有道理 不過好像只有天牛也不行 還要有大水 你知不知道自然的情況下 吻光多久才會發一次大水 林翠的表情馬上告訴我 問這個問題 真是非常愚蠢 我一下子 就覺得 胸口很危 是呀 我很想大聲地喊 但是到了嘴邊 就只是變成一句 大不了再搞一次崩口 林翠的連忙說 肯定做不到 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而且你這樣去的話 一定會被人抓的 這是破壞公共安全 很重罪的 搞不好 直接抓你去槍斃 我完全能夠體會到 林翠之前的感受 是萬念俱灰的感覺 任憑林翠在我耳邊 怎樣勸我 我始終都是聽不入耳 一句聲都沒有出 破壞截流 只是一時衝動的想法 說一下 實際上我根本 不可能會這樣做 大水你猜講玩嗎 很可能會有無辜者受傷 甚至因此而無命 想到這裏 我好歹對自己 還是恢復一些信心 我總算還知道 有所為有所不為 我好累地站起來 對林翠說一句 你媽媽也快來的 那我先走了 不好 你不要走著 我們一起去想想辦法 我拒絕了林翠說 你不需要擔心的 我沒事 我現在只是想一個人靜下 或者我的確是拿出了一個 受到打擊的 男子漢應有的勇氣 林翠沒有再堅持 唯有送我到門口 來到門口 他就被我請了回去 出了林翠的小區 往街上邊遊遊蕩 但有天下之大 卻無我容身之處的感覺 那些衣服都還沒乾透 風 槍身上都幾凍 走在大街之上 兩隻腳都有點遠 有幾次我想喊一部車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裡 我想回去賓館 翻一翻我的行李 看看有什麼是可以幫到我手 但是我馬上 就克制了這種這麼荒唐的想法 就在這個時候 看到路邊 有一間網巴 於是我走進去 大二之後 我就很少去網巴 因為大二之後 沉塞就裝了電腦 開通了寬帶 沉塞就成為了我們的網巴 這個時候網巴裡頭 總管身邊的人說的話 口音很陌生 但是這種排排錯 上網操作機器的感覺 我是很熟悉 網巴裡頭的人 都是想忘記現實的人 或者 我只是看對這一點 我是獨自一個人 這個時候似乎並沒有什麼好玩的遊戲 以至我一開機 還是按照習慣的打開了瀏覽器 輸合了搜索引擎的地址 這一系列條件反射的舉動 令到我自己也忍不住笑得出聲 到了這個時候 我還是保持著新聞工作者的一貫習慣 不過既然已經打開了 也不妨上去搜索 網絡正是利用了人的這種心理來吸引人 我用拼音輸入法 輸入了鐵牛兩個字 點擊了一下搜索 我一頁一頁地向後翻著搜索結果 一條條全部都是我看熟了的新聞 間不中還有一兩條是我寫的 明知道結果肯定會是這樣的了 還是機械一頁一頁一頁地翻下去 網絡真是很容易令人喪失神志 一直回到倒數第二頁 一個新的結果 影入了我的視線 天牛文學站 或者它並不是新出現的 只不過是我以前一直都沒有留意的 我突然間 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覺得很好笑 經歷了一個變換世界的事件 但是又指望 可以在網絡上 找到對這個事件的解釋 唉 我真是一個無藥可救的現代人 想通了這一點 我自招地點進去這個鏈接 看看這個以天牛命名的站點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就算是一個人的解釋 那在會計劃 就算是一個人的解釋 能不能說 我們自己的位置 在使用它的記憶